先准备好所有五拼 做表记 确定那个方管的位置 然后把框架给拼出来 四个拐角对应接好 用黑色的短螺丝固定四个拐角 固定时要平材拐角对齐 四个角都是一样的 然后方管摆在刚才画的位置 两边各一根 中间就摆在做标记的位置 中对中 方管的光面 光面朝下 中对中 每个都中对中 五公分的燕尾丝固定方管 先固定一端 方管和形材留 稍适当距离 拉一下对角 保证框架的方正 拉一下中间距离 保证两边的距离和中间距离相同 拉好之后可以先固定一根 然后再开始固定这一端 两边螺丝打完之后 再次确认对角线是否相同 对角线相同四个角分别放一个鞋撑 五公分的燕尾丝 是其固定牢固 然后中间摆一个横秤 是框架牢固 稳定 中间横秤也用五公分燕尾丝固定 注意不要打透 框架组装完毕 用这种L型脚铁固定到墙面上 这边这个边打燕尾丝 这个边固定前面打膨胀螺丝 这个面打膨胀螺丝 根据实际需要打若干个 因现场环境我们就靠在这里做演示 然后接下来固定电源 电源也是用黑色的小螺丝 根据小铃屏的大角 计算电源的位置 根据几高几长 计算电源的位置 电源带LN的是220V的电源 V加V正是5V的 这边一般是接四根这种线 红色的接加 黑色的接减 蓝色的为零线接N 黑色的为火线接L 黄绿是D线接D线 用车子测量一下第二块电源的位置 上边220V的都串连起来 地线的压一起 火线都压中色的 建议18块串一漏 接到外接电源 18块串连一漏 接外接电源 控制卡 这端的是接供电的 5V的接红色 D接黑色 接到电源的5V供电端 红色接加号 黑色接减号 控制卡的排线 根据板子的高度 插若干根 控制卡 以后一下上下距离都能够着 然后把控制卡给固定一下 用短网线 把每张卡都串起来 卡到一二口 可以不分顺序 因为奔斯平母 电源未超过18块 所以就串了一漏电 全部串连一起 出来一根主线 出来一根主线 指外接220V 所有卡串完之后 计算一下整个屏幕的像素点 一般一根网线 可以带在65万像素点 如果超过65万像素 即出来两根网线 到视频处理器 本次未超过65万 所以出来一根主线 接视频处理器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安装单元板了 单元板安装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从下往上安装 安装的顺序是卡上面有顺序号 12345 一直到12 上面是接1号口 下面就是接12号口的排线 现在屏幕未有失了个高 就一次是987654321 安装的时候从一次往另一次开始安装 可以一个人同向安装 另一个人数向安装 安装到卡的位置 看不见序号了 可以事先在排线上用记号笔写上对应的序号 防止排线的顺序出现错乱 安装过程中如果出现高低不平的 可以微调 微调这个磁铁 保证平整度 到此所有的屏幕就安装完毕 可以到下一步 调试 通电调试了 你让我仔细用一下 把他关锁给撕吧 整个锅道 十月后 关锁 他逼那边 7